日本去年的出生率创历史新低 延续了7年的下降趋势 进一步加剧了其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据日本后生劳动省统计 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降至799,728人 同比下降5.1% 为1899年开始记录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报告称同期死亡人数上升8.9%至158万人 出生率下降意味着日本将有更少的劳动力 和更少的纳税人来维持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在未来几年的发展 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 照顾老龄人口的成本不断上升 正在耗尽该国的金库 使其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 日本的邻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2022年韩国的生育率为多年来世界最低 降至每名妇女生育0.78个孩子 据该国统计局称 人口老龄化加剧了经济挑战 该国生育率已经在世界银行追踪了260多个国家中垫底 老龄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结构失衡 劳动力短缺 社会保障支出上升 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成本剧增 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这些挑战可能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短缺 老年人口增加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意味着社会上的人力资源越来越稀缺 这对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劳动力短缺会导致企业生产力下降 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 老龄化还导致了社会保障支出上升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 国家需要支付更多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成本 这会对国家的财政状况造成严重影响 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加 老龄化也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老年人口增加 社会上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失衡 这可能会导致社会分化和不满情绪 这种社会分化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稳定的危机